國獨社接親黑客人 國際交易中 現在也正做國際交點 雖然有港片的詞騙集團 利用這個新聞跟國際局勢 來報告書港片 通常有一個74歲的黑巴桑 就很很方便去 最近路線跟黑客人開設 政策是很緊張 正做國際交點 有詞騙集團利用新聞的 一個都報告書來講詞騙 通常有一個74歲生意的富人人 二月份第一人面借宿舍一個夢幼 他說他是美軍主醫生的軍醫 因為黑客人打醫生的做生傷夢 他煩惱他自己的安全想要退後 所以需要一條保證金 有被害人自銀行進行匯款 銀行立即通報警方 感知現場瞭解 這個富人人 真當前軍醫的造孤 去銀行暗算要負19萬過去 幫助他退後回去處理 警方了解了後 跟這個富人人說 最近是黑客人叫路線公叫 而且對方提供的交召 是我們過來的交召 哪有可能能幫助 保留在醫生的內人 已經有其他人受害會進去報案了 你要相信我們 這是詐騙集團 這個世裡的富人人聽警方說明後後 要是很煩惱說 沒辦法向他們朋友來交代 真堅持要把錢揮過 警方一個查這個口座後後 發現說這個口座已經 讓他做是驚喜的口座 所有會一直給這個口座的錢 全部都會讓董結 正廟已經被在面前欺騙去 這個富人人發覺說 他真正去往線大行 所以沒出過決定不要回看了 繼續 總法報道